公公种的蒜很好很香 这是香蒜 一股蒜香味 看一下 他要拿去批了 晚上 好好的蒜 好好 种的好好呀 好香 种蒜好吃 看一下 公公又蘸了好多豌豆药 菜花 在这里弄好了 晚上去批发 菜花很好 这豌豆药也是很嫩 很嫩 脏了 看一下好嫩的菜花 这么嫩都不要 可惜呀 你看一下 这么嫩都不要了 好可惜 这个是已经弄好的 放着整整齐齐 这些豆药生着了 用水盆生着 然后这些菜花也是这样生着 也是这样子放着 扎一扎的 看已经很好 辛辛苦苦弄起了菜 很茂盛 这么好的菜 拿去批发 价钱也不高 很辛苦的 有人要寄米啦 这粉丝又叫寄米啦 这都是老顾客啦 吃了我公公这个米 说好好吃 这是丝香米啊 新米 2023年的新米 很好吃 又柔软又香 经常的有粉丝叫我寄的 2020斤寄 5斤一袋 这个红薯粉呀 是纯正的红薯粉 泉州姨妈家自己做的 不要不要 他种了几块点的红薯 然后拿这个红薯打成粉 就做成这个纯手工的红薯粉了 还带有一点这个红薯的这个原色 很香 一打开有一股红薯的味道很香 这个煮起来很很有嚼劲 又有软度又有嚼劲度 很好吃的 我昨天吃了一餐 拌起我的手工服务还要好吃 好脆 一半就断了这个 好脆的 现在粉丝要啊 粉丝朋友要我要打包 我稍微紧一点 很紧 有点脆啊 嗯 捆紧帮他撑好 撑好一斤两斤三斤 这样撑好 撑好就装起来 帮粉丝朋友打包 寄过去 这种纯正的红薯粉 在外面都买不到了 它现在有点带红色的了 红薯的原色 这种红薯粉 在外面都买不到了 这种 好好吃 装到这个泡沫箱里面 这样子打包 再包一点气垫 包了一层这个气垫 这样就不会压到 这泡沫箱那么厚 哦 这个腊肉 看一下 亚巴薯的腊肉 好香啊 还有香肠 今天有粉丝朋友 叫我寄给他们吃 在外地呢 我回来 帮他们寄一下啊 很香很香的 这个是纯正的 猪肉 猪肉葱的香肠啊 没有参加其他的肉质的 看一下 爸爸薯的 用这个骨汤啊 薯 很好吃的 小时候的味道 帮粉丝们寄一下 这些都是亚巴熏好了的 熏了 熏了很久了 这个 很好吃的 亚巴做的腊肉 我去年尝了 特别的好吃 去年有粉丝也吃过 都说很香啊 小时候的味道 特别是亚巴做的 这个香肠 看一下 这个香肠 看一下 挂起好多 今天全部帮 朋友们 粉丝们打包 都是一些朋友们 爱吃啊 我一个一个 帮他们撑好 分好一箱一箱的 给他们寄过去 也没有多少 就是这些啊 熏好了就没有多少了 一斤就是得半斤 那样得不到 半斤那样子 这个多重啊 老公 两斤啊 两斤 那这 这 这位粉丝 他要吃三斤 那这哪一块 现在撑啊 现在撑 再撑 现在撑 给嘴绷 看一下 压巴熏了 这个是猪脚 这一块猪脚 熏得好好 这一块猪脚 哇 这个是极瓶啊 这块猪脚 看一下 真的是极瓶哦 这块猪脚哦 你看好香的哟 嗯 要收到货的家人们 要像我们这样拿来 挂起 给它通风透气 啊 通风 然后吃之前要洗 要用热水洗干净 再切 再蒸 好好吃的 这也是猪脚 呦呦呦呦呦 这块猪脚 看一下 也是很好 这块是猪脚皮 牙霸要熏的 还没熏 它腌起了 还吹干 它还要熏一下 猪脚皮 还差十几块钱 这个 香肠蒸得好香啊 闻一下 嗯 好香这个香肠 嗯 绝味啊 这腊肉洗干净拿来蒸 拿高压锅蒸 透明的蒸起来 这个腊肉 好好吃的 现在帮打包装箱 用这个保鲜袋装 然后再用红袋 装一下 看一下牙霸晒得这么多 到时候它还要熏 看一下很多啊 这个腊肉啊 猪头皮啊 还有这种啊 带排骨的五花柚啊 嗯 很多 这个猪头皮也很大 看到了吗 牙霸做的很好吃的 蒸茶食料的腊肉 到时候它熏好了 又可以给朋友们寄了 啊 好美啊 啊 好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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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爷爷做的帽子 太美了 呀 是谁 做的帽子 给我 爷爷做的帽子 呀 口书的 哈哈哈哈哈 滑油蛋 有好帅啊 呀 这个帽子美不美啊 带吧 带 还说奶奶的帽子坏掉了 把奶奶帽子取下来 给奶奶带这个柚子是不是 你都贼了 你给妈妈好玩 好好玩 是吧 妈妈 妈妈 我都坏了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了